大哥 忙啥呢 您好 我在晒醬來 晒醬 這大碗裡放的都是醬嗎 這是醬補 做我們醬漿必須用的原材料 永新本地人李天勇大哥 經營著一家醬漿製作工房 他從小跟著父親學做醬漿 而融幕染下 練就了一手做醬漿的好手藝 李大哥說製作醬漿的第一步 是要從蒸好一鍋糯米飯開始 這是怎麼回事呢 咱每次做醬膜的時候得泡多少米 600斤左右 這麼多 李大哥說 糯米飯蒸到八成熟後 放在曬席上攤開 再用毯子蓋鹽 經過一周的自然發酵 等到糯米飯表面長出一層綠色的毛 就做成了製作醬漿最關鍵的醬飲子 當地人稱它為醬乳 將煮熟的漿與曬好後的醬乳攪拌均勻 再晾曬一周 漿裡的水分漸漸吸出 表面也漸漸變成了白色 這時的漿弱化了辛辣的味道 增添了甘甜的口感 成為永新人廚房裡 去腥提現的蜜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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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